《內疚告解室》 歡迎來到《內疚告解室》 大家好 我是解救師 希姐 我的新單曲《女人入門》第二課 《內疚》已經上架了 這首歌就是有關愛情上的內疚 想要跟大家分享以及幫他們解救 今天也準備了 大家都認識了神秘嘉賓的內疚故事 那今天的第一個內疚故事 你好 所以你的故事是 假日的時候經常邀約一些朋友來你家打麻將 媽媽想要熱心招待你的朋友們 她會煮很多菜 做菜是她的舞台 她想要表現一下 但是你希望她不要那麼累 因此常常會不敬意地對她大聲講話阻止她 之後才會覺得自己用錯方式 這個阻止的方式好像會讓她傷心 對媽媽很內疚 像這樣嗎 我覺得下次你朋友們來打麻將 媽媽想要煮菜 那你就可以稱讚她的菜很好吃 然後謝謝媽媽辛苦這樣子 然後幫她唱一首歌 這樣應該她就會很開心了 謝謝你 希望剛剛那首歌有成功解救到第一位朋友 那馬上第二位朋友 你好 你的故事是大二的時候 有一個體育系的學長暗戀你 他每天都送早餐給你吃 太酷了吧 整個現場空氣凝結 尷尬到幾天為什麼 要不要帥哥 學長覺得自己超帥 但你當下超級傻眼 但還是吃了她一年的免費早餐 有一點厚臉皮 但是可以理解 你覺得對學長有點內疚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你也一定要跟她說聲對不起 免費的早餐 還有她都要空翻 很帥好不好 要跟她說聲對不起 我們來唱這首歌 сот裡 你不會跳嗎 喔 結束了 謝謝你 希望剛剛也成功幫助到第2位朋友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特别來賓 賴慈紅 你不是賴慈紅 你剛剛不是也來過嗎 原来是要给我听 赖茨龙的语音 好 我们来听赖茨龙的语音 大学毕业后才发现 虽然顺利毕了业 但四年来书本里的学问 我完全没有学到 自己的程度跟高中毕业时 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有退化的迹象 大学的那些日子 我每天都在打电动耍废 虽然很爽 但相较起 找学带在土地练书的同学 我真的感到很内疚 父母赚钱跟我念书 为的是让我无忧无虑地 学习成长成为有用的人 但那四年我却自以为我在度假 对父母非常内疚 我觉得这个故事还蛮沉重 而且可能大家都会有同感 我自己都觉得有理解的感觉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没有专心地读书 而是去专心地玩乐团 但是呢 我觉得 人总是会有不懂事的时候 而且赖茨龙也是很专心地 打工赚钱自己发行专辑 这件事情已经会让父母亲 伟傲过去的内疚都会变成我们的养分 所以大家以及赖茨龙 不要太内疚 谢谢赖茨龙的内疚故事 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内疚小秘密 可以借由内疚告解式 抒发你们的心情 要记得多多听内疚这首歌 还有六月会有女人入门三 新单曲也要多多follow 还有接下来会有第三张创作专辑 是我参与制作的 我也很期待 希望大家也会期待 8月18号 还有Legacy演唱会 售票讯息 一样关注 FB IG 微博 那内疚告解释 下次见 要热烈投稿才有下一集 我爱都醉了